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400亿美元左右 22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是一个AMD或一个澳洲联邦银行的规模 为什么在市场如此剧烈正道的环境下 因为大家还能有如此大的涨幅呢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财报的分析是怎么说 那国师的一季度总体营收其实是下降的 但是降幅要低于市场的预测 然后也为去年四季度降幅的一半 这样来说就算是比较良好了 因为金融就是这样的啊 主要是玩的是预期 其次细分业绩来看 AI芯片所在的数据中心 业务有10%以上的同比增速啊 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个是和今年的AI和那个ChairGP 大语言模型乐潮是匹配的 迪迪缺陷也证明了各大云服务商 像微软谷歌亚马逊等对英伟达产品的需求 而AI大战才刚刚起步 但是英伟达已经掌控了酸力提供 成为了赢在起跑线上的那位 说此业绩提振啊 公司预计第二季度的营收将更好 同比增速达到32.7% 而公司也将加大对AI芯片的供给 以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 解决一新篮球的问题 公司的其他业务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上述的数据中心业务占了总业务的60% 而至于以下的占30%的游戏业务 大环境不太好 而收入同比也是在下降的 但是也高于市场的预期保持了环比增长 所以这个研究财宝总体来说就是比较优秀的 而更重要的是前景可期啊 华尔街投资者不就是需要这个吗 好了今天我们就先说这些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和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